垃圾丢垃圾丢在车厢里 人渣丢垃圾丢脸丢到家 最近上海一辆公交车上出现如此标语 话说的有点狠啊 司机黄师傅说了 太多乘客不自觉乱丢垃圾 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 别说标语张贴后真见笑了 没人再软扔了 不过这么做毕竟有点欠妥 目前标语也被黄师傅拿下来了 并为过激语气道歉 骂人不对 自己也不要做找骂的事啊